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吃瓜群众,为何会对普京抱有幻想,认为特朗普掉到河里遭到美国国会弹劾,会伸出援助之手, 这恐怕与特朗普一开始刚上台时的被媒体渲染的普京特朗普好基友,关系所迷惑,特朗普称赞普京,普京回敬特朗普,好一派相看两不厌,唯有双普会的缠缠绵绵,此外,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多人,包括特朗普本人,都与俄罗斯,有着这样那样的经济联系,特朗普本人也是与通俄门,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所以,人们有理由相信,如果特朗普遭到美国国会弹劾,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扔下他的好基友不管的,实际上,这是想当然的想法,实际上,普京也好,特朗普也好,都分别是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国家元首, 背后是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作为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宣出来的领导人,岂能是如此轻率的人物,且不说他们之间很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瓜葛,即便是有任何利益瓜葛,或者之前的一些交往, 在这种问题上,他们也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,而不是从私人利益考虑的。 另外,除了一开始特朗普上台,实表现出与普京好基友的交情外,大部分时间里,或者说现在他们都很低对, 目前,美国和俄罗斯在经济、外交、政治、军事诸多方面展开封锁对抗,一点也没有好基友当正的温情。 所以,你说特朗普掉到水里,普京会送救生圈,恐怕会用杆子使劲往下捅吧。 再者说,如果普京表示沉默还好,一旦普京做出要救他的样子,特朗普反而更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,美国吃瓜群众可能会说,看到了吧,我就说特朗普的通俄门是真的,果然让我猜中了,那么,特朗普恐怕就真的没救了,你觉得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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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